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你一定想不到在中国流传着这么一本能让死人说话的奇书 它能断真相,明黑白 甚至领先于世界最早的法医著作整整355年 更是让欧洲人都惊叹 中国怎么会掌握如此先进的技术呢 此书便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喜悦录》 它不仅是中国的戾气,更是世界法医学的鼻祖 然而这本书为何能如此风靡欧洲 它到底又有何过人之处呢 本期战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1247年《喜悦极录》成书 而此书的作者便是宋代的官员宋慈 他为官青年,刚之有为 在断案过程中使用了那些不可外传的秘书 个个让人拍案交绝 你或许知道指纹、毛发以及血迹 可以帮助行政人员找到作案和线索 但你可能不知道苍蝇既然也能在破案过程中立下大功 时间来到南宋时期 这天牙役匆匆忙忙前来禀告 称有村民在山坡的稻田里发现一具尸体 于是宋慈赶忙带着一群人赶往现场 经检查发现 死者胸口身中舒适刀 刀口身而小且手段残忍 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 这宋慈问道是谁最先发现了尸体呢 牙役回答是死者的夫人 于是宋慈便将其他人支开 向死者的妻子问道 你丈夫可有仇人 对方答道没有 听到这里宋慈又看了看死者 此人身上的衣物一样也没有少 看来这又是一个悬案 他简单的思索一会儿 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他下令让父亲的村民都召集起来 并吩咐他们把自家的镰刀 全部拿出来到村口集合 谁家的镰刀上写谁的名字 并把他们整齐的排列在地上 这时宋慈就不再发号施灵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眼看着太阳越来越大 这村民内心也非常焦灼 正在这时 不知道哪里飞来的苍蝇 他们不摸而合 都落在了同一把镰刀上 这宋慈一看 确认了这把镰刀的主人便是凶手 而凶手也随后认罪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死者的财务无损 一物俱在 其次死者刀口明显 可以判定并非死于谋财害命 并且那些人一般手段高明 不会留下那么明显的作案痕迹 那唯一可能就是死于仇杀 虽然死者的妻子表示没有仇人 但他后来又忽然想起前几天 隔壁老汉喝醉酒 跑到自己家里做出无力的行为 好在丈夫及时赶到 用扁担把他打跑 没想到这老汉竟起了杀心 他用镰刀将自己的丈夫杀死之后 便以为将凶器上的鲜血清洗之后 就会相安无事 但他低估了苍蝇灵敏的嗅觉 这腐败的物质 苍蝇极其敏感 在证据面前 杀人者不得不低头认罪 而宋慈这一苍蝇识别凶器的案例 在如今还成为了法医昆虫血的先驱 这是一件让人看厚及被发凉的名案 2011年 武汉一个大雨过后的郊区山林中 霍林人在寻山时 忽然发现一具人体的残骸 陆陆续续竟多达二十几块 但看上去残骸似乎已经高度腐败 而死亡时间也成为了一个谜 正常来说 这无疑会成为是一个悬案 但没过多久 法医就有了新的线索 他们通过S光和长谷的尺寸 得出一个结论 这些残骸均来自同一个人 且死者很有可能是个女性 但关于死者的死亡时间 法医依旧没有找到突破口 但这时残核上的蛆虫 引起了法医的注意 大家都知道蛆虫是苍蝇的幼虫 而它们羽化成为苍蝇需要多久 这个它们并不确定 于是法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将这些幼虫饲养到成虫 得住它们真正变成苍蝇 大概需要十天左右 而后法医根据残骸上 幼虫的生长轨迹 判定了死者的死亡时间 为被发现的三四天内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些昆虫的幼虫里 它们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苍蝇 一种是大头金银 一种是极钩亚马银 极钩亚马银却几乎是在北方才有 这北方的苍蝇为什么会出现在武汉呢 这一发现让法医有了新的猜想 这有没有可能尸体是从外地抛尸到武汉 很快办案人员就以这个新线索为突破口 紧急查找了一周内在北方的失踪人口 在调查过程中确实有一位 二十多岁身高一米六左右的女性离奇失踪 最后办案人员根据层层筛查 最终锁定了目标嫌疑人 凶手将女孩杀害后便在浴室内进行肢解 从北京一路开车到武汉进行抛尸 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没想到苍蝇立了大功 为正义做了贡献 而这也正是为何喜悦录能风靡欧洲的原因 它在英 法 和 德 朝鲜 日本等国都有一本 而宋斯尔这本法医鉴定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喜悦录为什么号称可以与死者对话呢 这书中到底记录了什么内容 1867年来自剑桥大学的一名叫贾尔斯的学生 来到中国进行汉学研究 但待了几年之后他发现 并没有学到真正有关理学的汉学文化 于是便灰心丧气地打起了退堂鼓 但没有想到的是 六年后的他想法彻底被颠覆了 1873年当时在宁波的贾尔斯 有幸被邀请到中国衙门旁听声堂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这怪们在死案的过程中 总会拿出一本书反复灌读 这一度引起了贾尔斯的好奇心 于是他便询问半人远书的名字 这事业随即就掏出一本递给他看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喜悦极录几个大字 保持好奇心的贾尔斯 当晚就把这本书给借走了 而他真正翻译这本书时 却大惊失策 这简直是本烧脑又下饭的办案大权 甚至让贾尔斯一度不敢相信 中国人的脑子会如此先进 此书涵盖了案件的各种检验 推理和实操 其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和理论 足以甩出欧洲法医几条街 这喜悦录究竟有哪些厉害之处呢 其中单单用浓醋和白酒 就可以让火灾中的血迹现原形 就堪称一绝 这书中是这么描述的 有天宋慈接到报案 这死者此时已经是烧焦的状态 但这也让他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 那就是这个人是被烧死的 还是死后被烧的呢 带着这个疑问 宋慈灵机一动 他命人挪开尸体 又找来浓度较高的米醋和米酒 然后往地上一泼 奇迹出现了 大片的血迹在火灾中现了原形 这血迹的出现证实了宋慈的猜想 死者是先被谋杀后再被烧死的 那么这种方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当然有 高浓度醋酸和酒发生反应后 会溶解血液中的蛋白质 经过酒精的挥发作用 就剩下血液中最多的血红蛋白 于是红色的血液就会显现出来 而这些也只是 许愿路案例中的冰山一角 很难想象在800年前的宋朝 他们所使用的勘察原理 和现代社会完全符合 而古代艳势人在当时的地位底下 宋慈即便晚年有病在身 对于办案审查之事 他都是亲力亲为甚至又甚 这一丝不苟的精神 也着实给后世树立了好的榜样 也真正诠释了 什么才叫 为生者权 为死者言 好了 本期的视频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